到了迪阿弹影响 今天豪雨狂炸桃源 多处出现了淹水的情况 在卢珠有一间附油管的地下室 积水变成了瀑布 冲进楼梯间 南公路也是变得汪洋一片 积水来到了成人小腿度这么高 路上又有机车不敌豪雨 直接在马路上熄火 地下室楼梯变瀑布 雨水宣泄不及 大量水源涌入地下室 16号一早大雷雨狂炸桃源地区 卢珠道路淹水严重 车辆冒险涉水渐起水花 大雨来得又快又急 积水瞬间来到半个轮胎高 还有民众来不及躲雨 机车直接熄火 我们骑到情叫卡住的 除了雨一下子下太大 就除了就啪就来不及了 就熄火了 卢珠区多处严重积水 水深最高来到30公分 尤其南公路淹成一片 尤其是眼见情况不妙 立刻掉头离开 还有低洼道路变成小河 有灾情的还包括大园区 中正东路移出溢淹水的寒洞 水淹40公分高 车辆完全无法通行 受到低压带影响 一早各地大雨不断 水利署还公告桃源观音 炉竹等地区结尾淹水警戒 桃源市截至早上10点 累积雨量来到93.5毫米 很多地方吓到连路面都看不清楚 中间的线啊 你说刚刚地上线都看不到 第一次遇到这样子吗 对对对对 各处淹水不断陆续有车辆抛锚 索性雨势中午过后逐渐趋缓 积水也逐渐退去 不过气象局提醒 未来这几天还是会有豪大雨发生 低洼地区还是要多加留意 避免验大水 今天林朱强桃源报道